尤其是到最近12月才又再创出今年的新低 好像反达都没什么力量 那怎样看港股 如果有些人说新年会不会有机会 可能气氛会好一点 我们说一说短期一点 春年年初会不会有机会有些翻山 是在说农历新年还是新历新年 都近的一个月左右 我先做一些回顾 不是一个月才上来一次 你看回整个2021年 要再看前一点 整个升浪由2020年11月开始 当时我就说有三个阶段的升浪 第一阶段是11月 因为美国完大选 大家憧憬中美关系改善 到12月就说疫苗研发成功了 可以到处去了 到1月份大量的北水流入香港 结果年升3个多月 到2月18日就见了31183 你当时看回是有点夸张的 特别一些科技股 随着美股有些波动 债息上升 出现一个实股值 但其实跌了大概半个月至一个月左右 整体来说四五六月是橫行的 下半年大家知道 就是科技股的监管重锤出击 所以令港股冰白如山道 基本上跌到最低位就是说22665 都是一个星期做出来的 去到最后一个星期 不是一个星期 去到最后一天半 坦白说 都不寄望它 不用它升的了 它不要再怎么跌 就这样这个水平收了算差不多了 希望全年来计就是 高位31183 低位22665 8千多点的波幅完结了今年 很坦白说 我自己都不是善于做一些很短线的部署 所以我现在都不是跟你在讨论 今天买些什么 明天应该沽些什么 是开始部署下年的了 总体上我们觉得 如果你看这一两天 好像我在这个星期初所说 大概23000到23200就增持 上下2300左右 上面来计算23500都很大阻力的了 下面来计算 希望能守得住 2800到23000 那就完结了今年了 下年来计算就再慢慢讨论了 是